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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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這個時間 把它肚子餓了嗎 今天呢 我們要來吃韓式料理 這次呢 我要用很簡單的方式 來做出一餐很豐富的韓式料理 那來看看我們今天準備了什麼東西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準備了三樣簡單的食材 這個是韓國海苔魚乾脆片 這個是醬油口味的 另外有準備它的辣味 總共有兩種口味 它打開呢 裡面其實是長這樣 魚漿 然後海苔 它主要呢 是用新鮮的魚漿鋪在海苔上面 然後烘烤而成的 超脆 給你一小塊好不好 有聽到那個酥脆的聲音嗎 我覺得它吃起來呢 就是非常的香 然後那個魚乾烘烤到就是很酥脆 吃的時候呢 會帶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而且完全不會有魚腥味 就是它只剩那個香氣而已 大家都知道呢 魚油裡面還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Omega 3 然後呢 它裡面的EPA跟DHA呢 同時可以有效的預防心血管疾病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零食 然後吃吃它的辣味 不過它聞就是 有一點微微的辣的那個香氣就有出來 我覺得它的辣是有感的辣 可是你真的會覺得 它的辣在你舌尖上 跳跳跳跳的感覺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家很常出現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用又好吃 這是韓國金版的龍王海苔 它那一袋裡面呢 有12小包 我非常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那個海苔的香氣很香 然後配上它那個麻油 還有那個鹽的調味 非常的適中 然後也非常的下飯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吃 又非常百搭 所以很適合在料理裡面出現 然後我就愛用它做飯的料理 大家都知道韓國海苔非常非常的有名 也非常非常的熱賣 幾乎你出國就是一定會必買的東西 因為呢 韓國70%的海苔 是來自於全羅南道的海岸地區 那裡主要是呢 含油跟暖油的交會處 所以它裡面的魚類啊 貝類啊 藻類啊 產量都非常的豐富 品質也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地方產出來的海苔呢 特別的好吃 它就是有一種魔力讓你一口接一口 接下來呢 這個是BB GO的豬肉馬鈴薯湯 其實這個BB GO呢 它的韓式料理條理包呢 非常的有名 因為他們家出了非常多的款式 我個人呢 也吃過他們家蠻多款的 我都覺得還蠻好吃的 都蠻有水準的 我看他們介紹是說 他們使用的是成本比較高的去骨豬肉慢熬的湯頭 而且無添加味劑 只要簡單隔水加熱就可以吃了 我個人非常的期待它的味道怎麼樣 當然我們今天還有準備其他的料 要讓它變得更豐富一點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去料理吧 GO 1 2 2 3 10 1 我刚刚一打开的时候啊 它闻到它味道里面超香的 而且里面有大块的料 就是马铃薯啊都很大块 然后猪肉很多 我觉得它汤超浓郁的 如果比较没有吃那么重口味的人 甚至可以加一点水稀释 它带有一点微微的小辣 然后你真的一喝呢 那个猪肉的香气超明显的 然后这是它的马铃薯 非常的大块 里面超松软 你要怎么沾出它的汤汁 它汤的感觉就是很多精华煮在一起 那个猪肉味真的很浓郁 而且这一道也蛮下饭的 自制的海苔包饭 我真的觉得那个海苔鱼干脆片啊 把它混在饭里面 然后再包上金融海苔 很赞 大家在家一定要试试看 这倒是小编认证过好吃的 包一下猪肉 自制的葱泡菜 上次有做过了 非常的简单 这汤里面我加了豆腐 然后娃娃菜 跟菇类猪女花 我就看个人喜欢吃什么呢 都可以加 因为我觉得它汤头是真的很容易 你加了很多蔬菜呢 就算有点稀释掉它的汤头 它还是很够味 而且就算你不加什么料 它光是可以隔水加热 微波加热 你就会觉得它超方便 但微波要来倒出来哈 我可以吃一点你包的那个包肉吗 你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你包包 满满的爱 因为它整是 从台材的酥脆 然后到肉的 甜美再加上 葱泡菜的一点刺激 嗯 而且我觉得这都是 非常非常简单又容易取得的东西 一下下就能做出 简单的韩式料理 我觉得这个包 煎的那个烧烤的猪肉片应该也很好吃 嗯 噢对 嗯 好了我们今天呢 这一餐超简单的韩式料理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在虾皮上面购买的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大家比较不方便出国 没办法出去采购 现在只要上虾皮呢 就能都买得到最热销 最道地的韩国食品 10月12号到11月13号指呢 只要上虾皮购买 99元起就能免运费 还有很多折扣嘛可以使用 所以想买的赶快把握机会上去逛逛吧 然后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 记得帮我按赞 按订阅还有开铃铛哦 然后记得要分享 我们下次见啦 掰掰 今天很想到我